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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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白色的 白色的话它起到反光的作用 它就像一个反光板一样 从上面光线反射下来 那么它这个灯起到的是一个削弱它的阴影的作用 因为我们的一个右上角的这边的阻光过来的时候 光线比较硬 而且阴影比较重 所以说它会在这一块阴影的另外一边会形成一个很暗的阴影 那么我们为了削掉这个阴影 我们就在这边用一个天花板的光线反射下来 把它的阴影削弱掉 这边为什么不能直接加一个灯直接打上去呢 如果是说我们直接加一个灯打上去的话呢 那么光线会在我们的另外一边又形成了一个阴影 这样的话就没有那种自然光的感觉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拍摄了 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主光 我们主光现在是开到6.0 主光开到6.0 然后呢我们背景灯我们先把它关掉 后面的背景灯关掉 因为这个灯是等于是说用来打阴影的 所以说我们把它关掉 首先我们看一下主光过来的光线 好 那么我们的光圈开到11 然后呢快门125感光度 100 基本不便 好 我们广角一点 看到从上面下来的光线就要比较硬 那么过来的话阴影很重 很难看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后面的补光 打天花板 然后呢那个补光打开 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灯我们开到最大7.0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需要比较亮的补光 OK 我们把光圈再加大一档 F10 我们再来一张 OK 这样的出来的效果都非常好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拍摄的要点 有三个 首先第一个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首先你的主光灯位一定要低 一定要低 但是也不能太低 也不能太高 那么第二个要点 就是这一块柔光板 如果是说没有柔光板的话呢 光线是非常的硬 就是说没有达到那种自然的效果 所以说这一块很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用来我们消掉阴影的 就是我们的背景灯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反光的一个灯 这个灯直接用来反送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 比较柔和的一个效果 如果是说我们在这边放一块反光板的话 知道反光板离得越近它越亮 离得越远它就越暗 所以说它可能是在这一块 靠近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一块可能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离远了 那么这一块阴影还是比较重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 还是打一个天花灯 就是说从上面打下来 然后整个这一块的光线是非常均匀的 所以说它出来的光线就非常的柔和 感觉是像我们的阳光从外面照进来一样 你感觉不到从哪里曝光 那么我们今天的一个拍摄就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ногоsur